一天之内 两位俄方将领离奇死亡 按杀方应该是进行了 非常周密的策划 精准的打击 蹊跷的刺杀 无敏的精度 可以说是直纳达纳 连发七枪 有四枪命中 俄方情报为何出现重大纰漏 北约它有强大的密码破译时代 忽略了对个人信息的保密和安全 凤凰聚焦 俄乌战局猎杀高官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 身处指挥所 会被精确地制导武器命中 而按惯例日常外出 又被当面枪杀身亡 这不是故事桥段 而是俄军当下的一块心病 俄军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 高级将领被定点猎杀的困局 近日俄军损失了 南部军区副司令佐科夫 这是俄乌开战以来 俄军阵亡的最高军险的将领 而同一周里 曾担任俄黑海舰队 潜艇指挥官的日次纪 也遭人暗算 是什么样的兵器 什么样的手段 突破了俄军的防卫 定点清除战术 又令俄军的处境如何 当地时间7月10日晚间 位于别尔江斯克俄控区的 杜纳酒店灯火通明 这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被征用成为 俄罗斯第58集团军的 预备指挥部 大量的军官和士兵 都驻扎在其中 别尔江斯克 它本身就是靠近亚速海 那这样的话 它可以从海上得到补给 可以既把它作为一个 预备指挥所 也可以作为一个后勤中心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如果前方打得 太艰苦了的时候 那么可能俄军的高级指挥官 可能回到酒店的话 环境要相对的好一点 酒店里面条件比较好 边指挥边在里面 还可以吃饭 可以洗澡 西装隔离的都可以 这是西方军队的做法 深夜时分 伴随着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 四处浓烟滚滚 根据卫星图显示 这座建筑被夷为了一片废墟 作为一个军事单位的话 应该24小时保持戒备 那么在夜间遭到袭击这种事情 按说不应该在一个集团军指挥部 这个级别的机关发生 但是俄军这一次的确被打了措手不及 首先是俄军没有设想到乌军 能够掌握到这个情报 第二个就是没想到乌军 俄军具有如此之远的打击能力 显示出俄军还是某种程度上 低估现在的乌军 俄乌冲突中 特殊的指挥要地 呼如其来的爆炸 这不仅让外界产生了诸多联想 很快 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市长 顾问安德留申科 率先对这起惊人的事件 做出了披露 这次事件造成了俄罗斯预备指挥团的大量伤亡 其中被俄方誉为战斗之鹰的 奥列格佐科夫中将 在爆炸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是俄乌开战以来 俄罗斯身亡军衔最高的一位将领 在俄乌交战之中 他也曾经身先士卒 在北线作战的时候身负重伤 重伤之后当时很多人认为 他可能就无法再回到前线了 但是他后来还是治愈了 治愈以后 俄罗斯政府对他很重视 直接把他提升为中将 把他派到了南方军区 大概也是想加强一下 南方军区的指挥力量 那么到了南方军区之后 正好遇到了 乌军对于南线的大局反击 那么他直接到前线 去指挥第58集团军 应该是 克里姆林宫对他是寄予后望 在奥列格佐科夫的军事生涯中 他有着多次耀眼的辉煌 他是车臣战争 和叙利亚冲突的亲历者和主角 深度参与并影响着这两场战争的走向 他在俄乌冲突的前期 主要负责对乌克兰城市的导弹袭击 凭借优秀的战绩 贫布青云的佐科夫 前后担任多支主力部队的主官 2022年8月份 他被任命为 俄第20集团军精卫部队第14次 摩托化步兵师师长 今年2月 他才刚刚晋升为中将军衔 成为南部军区副司令员 是俄军中少数拥有 丰富作战经验的高级指挥官 深得普京的信任 但也因此让他被北约和乌克兰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最终成为制裁的目标 现在第58集团军 是俄军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 而他的前任的军长波波夫 刚刚被免职 新任的这位指挥官佐科夫 又在别尔江斯克遇膝身亡 那就使他的指挥系统 连续地发生变革 那这样的话 对于前线指挥来说 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其实在战场上 某一个指挥员的损失 你说这个影响有多大 倒也不至于 毕竟他还可以再换另外一个人 但是他会对俄军的士气 带来极大的影响 让俄罗斯本就已经低迷的军心 更加低迷 更加困难 我觉得乌军的这个 起到了一个从政治上 向俄罗斯施压 在军事上要打击俄罗斯的战斗力 打击俄军信心 这样一些举措 这位有着几十年军旅生涯的中将 却在俄乌冲突的重要关键时期 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交火时刻 突然倒下了 这对整个俄罗斯前线的士气 和整体局势 都会造成巨大的打击 那么为什么这位位高权重的将领 会在自己的指挥所里遭遇袭击呢 比尔江斯克这个地方呢 是在整个扎波罗勒的最南端 是远离前线战场的 而且呢多多少少这个饭店周围呢 也还是有一些防护措施的 不是防护措施等于零 那么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人家发现目标 然后找准了你在精确的位置 进行了精确的打击 这就有点蹊跷了 根据俄方媒体披露 尽管事发的杜纳酒店 被俄罗斯军队征用成为军团指挥部 但匪夷所思的是 俄军并没有完全接管酒店 酒店在此情况下 也没有停止对外营业 这就为情报的泄露埋下了隐患 有媒体分析 或许内鬼就在军队内部 乌克兰情报部门负责人 他透露的情况来说 他很多情报实际上 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内部 包括俄罗斯内部有一些人 会把一些情报 直接通报到乌方 而且非常及时 乌克兰很重视 在俄罗斯的情报活动和地下活动 有一些在对方内部潜伏的人员 那么他的情报 包括他的活动 能够隐秘得对方的复兴 发展起来这是很正常的 另一种猜测是 此次计划周密是由备而来 乌克兰利用北约 提供强大的情报网络支持 将佐科夫的行程时间 以及位置精准的定位 随后采取了袭击措施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佐科夫刚刚下榻酒店不久 就遭到轰炸 进行定点清除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情报 美国一守的北约 和乌克兰自己的情报系统 对俄罗斯东部的这种军事能力 军事信息的这种侦查 使得打击成为可能 对俄方来说 重要的军事会议和高级将领的行踪 应该是要严格保密的 但为何俄罗斯的高级将领 却轻松被袭击 很显然 俄方的高级情报保密工作 出现了重大纰漏 在俄罗斯向乌克兰 发动进攻的时候 甚至出现了俄罗斯的 前线部队人员使用手机 接入乌克兰的民用网络 然后来进行通讯的这样的事情 就说明它前线的部队 使用的通讯器材 不能和后方匹配 那么这些问题 都可能是导致俄军情报泄露的 重要原因 俄罗斯认为自己的通讯保密系统 是安全的 是对方破译不了的 可是北约 它有强大的密码破译系统 它自己不知道被人家破译了 但是人家恰恰就破译了 所以它已经和北约的 这种情报斗争系统的 技术差距已经非常大了 已经存在大一差了 根据俄方报道 精准击中这家酒店的 是一枚由英国提供的 风暴阴影远程导弹 今年5月 英国政府向乌克兰捐赠了 数量不详的 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的射程可达250公里 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年中 被约向乌克兰交付的 数千枚海马斯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 75公里 给乌克兰提供的70公里射程 主要是避免它直接打击到 俄罗斯本土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战争升级 现在提供了更常射程的 打击武器 那么这一切的确有可能是战争 蔓延到俄罗斯境内 之所以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能够没有丝毫误差地摧毁杜纳酒店 是因为装备了先进的导航系统 风暴阴影能够通过地形匹配 和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导航 能够在接近目标的最后阶段 进行高精度制导 确保精确打击 同时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拥有强大的穿透能力 可以对地下设施造成重大破坏 它的打击距离 在他们国家自用的时候 可以达到500公里 出口因为受到导弹机 武器控制行业的限制 它把它限定在250公里 它的装腰量的弹头的重量 大概是450公斤 爆爆的当量还是比较大的 在巡航导弹里面 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5米 5米的精度啊 可以说是直哪打哪了 它的爆炸威力呢 也比一般的炮弹 和海马斯火箭要高得多 因此才给对方 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俄罗斯军方针对军事指挥要地 杜纳酒店并非毫无防御 根据俄媒的报道 为了防止来自乌方的袭击 俄方在酒店周围 部署了防空系统 但是在乌军导弹来袭时 俄军防空系统 并未做出任何反应 风暴制补是具有 隐身功能的巡航导弹 它不同于一般的巡航导弹 所以它的这个雷达反射波 反射面积较小 然后飞行高度较低 它不仅仅是我们传统的GPS 和雷达制导 它还是包括地形匹配 所以图形匹配 所以多种复合制导 使得对风暴制补的拦截效率 会大大折扣 你能够拦截的时间会很短 因为当你发现它的时候 它离目标已经非常之近 而它的飞行的速度 达到接近音速 那么可能你整个拦截的时间 只有十几秒 对于俄罗斯九倍而无心防的 后方体系来说 要求在十几秒之内 击落一枚现在世界上 最先进的隐形导弹 这可能性确实很小 俄乌开战以来 双方都损失惨重 按照日本情报机构的说法 俄军在冲突中损失的高级将领 已经超过20人 按照俄方自己的说法 目前已有超过十名高级将领牺牲 除了情报泄露遭遇乌军斩首外 另一个主要因素 是俄军事主观的作战风格 长期以来 受苏联时期影响 俄军官一直以靠前指挥为容 而不是躲在安全的后方 但是这也让指挥官的安全 受到了严重威胁 俄军使用的是一种垂直性的指挥系统 它的各种命令都是来自于上级 俄军部队的指挥官 就是压到前方进行指挥 这样能够更好地将上级下达的命令 传达到下方完成任务 这是这种传统战争 或者说苏军最惯用的一种指挥方式 通过高级将领亲临前线 鼓舞士气 在一定程度上 也将高级将领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 针对本次袭击 乌克兰官方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俄罗斯官方也没有回应 关于佐科夫阵亡的报道 但佐科夫的危机页面已经被更新 并宣布他 于2023年7月11日 在比尔江斯克附近被乌克兰武装分子杀害 值得注意的是奥列格佐科夫 是俄罗斯上周第二名 遭到乌克兰暗杀的高级军官 另一名叫斯坦尼斯拉夫 日斯基的俄罗斯军官 在俄罗斯南部城市 克拉斯诺达尔一座体育场附近 晨跑时遭遇暗杀 乌克兰的正面战场 从7月份开始已经进入了一种僵持 或者说毫无进展的这样一种局面 那么反攻无论是扎波罗斯还是在赫尔松 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因此乌克兰将所谓对俄作战的重心 从正面战场转向了外交战舆论战 那么还有就是特种战 特种战一定程度上会在舆论上造成压力 在政治上给俄罗斯政府造成压力 甚至一定程度上会动摇俄军的军心 应该说乌克兰是在秀肌肉 就是告诉北约 所以你看看我实际上在战场上面 我现在是很有办法的 我可以对俄军造成更严重的打击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求得北约对他更强的支持 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8点左右 42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日茨基 和往常一样 在奥林匹克体育场附近晨跑 突然一名不明身份的人员冲出 对着他连开七枪 日茨基背部和胸部重弹四枪 当场身亡 凶手逃离现场 整个行凶过程凶手避开了监控 而日茨基身上的财物也并未丢失 调查人员排除了抢劫犯罪的可能性 七小时当时周围路上没有人 到至今也没有发现 他们在进行行动的时候 被拍到任何的镜头 被杀的日茨基 曾是俄罗斯黑海舰队 克拉斯诺达尔号潜艇的指挥官 这是一艘柴电潜艇 其职责是在黑海舰队执行任务中 与水面舰艇和潜艇作战 布设水雷和进行侦查 根据乌方媒体报道 恒乌冲突爆发后 2022年7月这艘潜艇 对乌克兰城市文尼查 发射导弹袭袭击 造成23名平民死亡 其中包括三个孩子 去年俄乌冲突开始之后 俄罗斯在海上使用了 它的大型的水面舰艇 小型的呼吟舰以及潜艇 都发射了船航导弹 进行打击互动 潜艇打击有一个好处 潜艇发动对陆打击的时候 如果对方海军不是很强的话 它本身是最安全的 俄罗斯海军 黑海舰队 利用了克拉斯诺达尔舰上面的 口径导弹对文尼查进行打击 那么这个打击应该是偏离了 它要打击的军事目标 而是击中了民用目标 这才引起了乌克兰方面的愤怒 俄罗斯媒体和专家怀疑 是乌克兰一手策划了 这起暗杀行动 俄罗斯《观点报》12日报道称 乌方指责日刺机参与 对乌军事行动 是乌暗杀它的主要原因 对方就抓住了他 每天进行尘跑的特点 然后在尘跑的路上 对他进行袭击 而袭击的时间和地点 都表明暗杀方应该是进行了 非常周密的策划 而且在刺杀的时候 连发7枪有4枪命中 那么枪手也应该是一个 对于武器很熟悉的人员 针对质疑 日刺机的父亲向媒体透露 自己的儿子于2021年12月 其俄乌冲突爆发前便离开了军队 他表示日刺机于2021年12月 向部队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走流程期间 他没有再出过海 2022年8月 他正式离开军队 并在克拉斯诺达尔的行政部门 找到了一份工作 其父母还表示 在被杀的前一天 儿子还告诉他们 现在心情很好 按一般的部队的条令条例 只要你提出了你退役的报告 就会放下手头的工作 不再参与军事行动了 但是恰恰就在2022年 二月份俄乌冲突开始了 那么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后 所有的退役的竞争都会终止 所以至少是在2022年8月之前 他必须参加部队的行动 不能排除这个日词机 确实参加了 俄方的潜艇在黑海 对乌克兰尽力目标的 打击行动的指挥 关于斯坦丁斯拉夫日词机 到底有没有参加 对文尼查的袭击 这个目前是一个罗生门 他担任艇长并不意味着 他真的可能会指挥这艘艇 按照他父亲的说法 在2021年的时候 他已经递交辞呈 而且此后他没有出过海 也就是说尽管他的名字 依然停留在潜艇艇长的 这个职位上 但是当时指挥潜艇的 应该不是他 不过这种情况 乌克兰方面是无从合适的 有媒体分析称 鉴于日词机的跑步路线 非常固定 凶手可能在一款 名为Strava的应用程序上 追踪到他的跑步情况 这是一款深受当地跑步者 和骑行者欢迎的 应用程序 可以记录使用者的运动轨迹 从软件上可以看到 日词机的运动路线 被保存在账号之中 期间他还上传了 大量自拍照片 而7月6日 是他账号最后一次更新 他应该是没有把自己认为 是一个存在安全风险的人 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 对个人信息的这种保密和安全 才导致他个人遭遇的 最后的悲剧 这个公布实际上只是 把他过去的轨迹 公布在上面 并不表示 他这一天会走这条路线 但是后来有人对他的 上载到APP上面的资料 进行了调查发现 他真只有一个军人的这种特点 就是他会严格按照规则 所以他每天跑的路程 和每天跑的路线时间 基本都是一致的 这也就给枪手刺杀他 造成了比较好的条件 7月11日 俄内务部和调查委员会宣布 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的调查人 人员逮捕了涉嫌参与 谋杀日司机的谢尔盖杰尼仙科 警方在其家中搜出了一把 带有销声器的手枪和多发子弹 杰尼仙科1959年出生于 乌克兰苏梅州居住在基辅 是乌克兰空手道教练 曾在多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 空手道馆任教 为什么走到这儿 为什么走到这儿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很容易鑑定 到底刺殺日刺激的子彈 是不是从这支枪里发射的 如果说证明了的话 那么这位教练估计难逃其咎 不过乌克兰方面也有他的说法 因为有人就问乌克兰 是不是你们组织的暗杀 那么乌克兰方面就讲了说 不是我们组织的 是俄罗斯方面自己组织的 因为他不愿意参加对乌克兰的战争 所以就有人去刺杀了他 那么这样一说的话 等于双方都在选择自己合适的立场 那么真相之境如何 还有还要再等待一起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 7月11日在社交媒体上 也详细描述了日刺激遇刺的细节 包括背景 地点 时间和方法 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 吉利尔·布达诺夫表示 该机构与暗杀日刺激一案 没有任何关系 巧合的是日刺激和佐科夫 都在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暗杀名单上 重要就是目标被俄军炸毁 军炸毁之后 乌方和北越方人都是继续调查 对相关的部队的指挥官 都将其列为到黑名单上 困难这个网站上面 准备打击的敌人还不少 可能俄军参加过 特别军事行动的 何成英以上的干部 什么团长 旅长 舰长 都有可能被人家列入 暗杀的名单之内 2014年 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 乌克兰情报机构和乌克兰民间 建立了一个名为 和平缔造者的网站 站内发布的都是针对 乌克兰敌人的个人信息 以及所犯的罪行 网站宣称这些人的资料 会被上传到乌克兰的机场 火车站等地的识别系统 并号召人们一旦发现这些人 可以自行进行处置 网站它可能是作为一个 信息收集的平台 俄军的指挥员人员 政治人员的黑名单 一旦这些人出现在乌东地区 或者是亲乌克兰政府的一些人 看到了这些人的信息 他就可能通过网站 向乌军或者乌克兰的情报部门 提供具体的位置信息 或者是居住信息等等 为乌军特种站提供了一些支持 这样就形成一种 在网上进行人肉搜索的这种证释 也是对对方的一种震慑 那么同时 他也是通过这种网站上 公布俄罗斯的人员名单 以及公布所谓被执行的人员名单 来向乌克兰民众提供一种交代 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乌克兰方面是要进行报复的 那这样的话 可以更多地赢得乌克兰方面的民心 日刺激和佐科夫 都在和平缔造者的网站中 在确认二者死亡后 他们的照片上出现了红色的 以清算字样 遭到刺杀之后 就把他用红圈把他的名字 把他的照片圈起来 是让乌克兰民众看到 就是所谓乌克兰在行动 正在对于所谓有战争罪行的 俄罗斯人进行打击 大家都不知道谁做的网站 或者是这个网站 跟官方有没有直接联系 谁获利 可能谁的嫌疑力就最大 那么很显然 已经被乌克兰网站列为 应该被清理的这个名单 又出现了相关的这些预袭事件 这都说明都是指向了乌克兰 而不是一般性的形式反对 有媒体分析 乌军反攻已经持续一个多月 至今未见大的突破 上兵伐谋 攻心为上 俄将领遇袭身亡 对俄军士气无疑是不小的打击 时间又恰巧发生在 北约峰会期间 乌克兰借机可以寻求 西方国家更多的支持 但态度强硬的俄罗斯 也绝不会坐以待兵 这两次刺杀事件 对证明乌克兰自己反攻有利 对他来讲他是有利的 尽管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表明 这两次事件与北约峰会 有直接关系 但他确实对乌克兰来讲 他有正向的作用 使得北约峰会认为 乌克兰不管是他在正面战场上 还在异策的战场上 他都有一些反击的手段 俄罗斯方面也在采取各种方式 来保障自己人员的安全 也使得上了乌克兰黑名单的人员 要有一定的安全感 俄乌两国博弈一年多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历次对俄境内目标 或者说俄罗斯重要人物的这些 袭击或者是破坏 都会引发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报复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报复 真是叫牙子必报 猎杀高级将领 已经是俄乌战士中的重要招数 尤其是佐科夫的阵亡 提醒了俄军 不能再低估 乌军获得的高精度远程导弹的威力 升级的军事援助 正令俄乌战局发生着深刻变化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 我是陈琳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